什么?我听说这M16竟然能连发了 真的假的呀 关键的枪体这么便宜 真能连发的话 AK-102平民神器的地位岌岌可危呀 我不信 走走走去训练场试试枪 真的能连发? 这不是不能吗 还是三连发三连发的打 等等不对劲 我把开火键调了能看见的透明度再来看 发现问题了吗 我是一直长按开火键啊 M16能自动三连发开火 而且射速好像还挺快 兄弟们 你们还记得上个版本M16能这样开火吗 我是忘了啊 不过我倒是感觉这M16好用了不少啊 射速加快了不少 我们就拿它和AK-102对比一下 射速上AK-102和M16差别不大 不过它同样是裸枪 M16的后诺率小了不少啊 更加的好控枪 大部分数据也比AK-102好一些 关键是真的便宜啊 整枪不到7000 单看枪击才1000克NB 我宣布 平民神器又添一元大将 今天我们就来试试这把枪实战到底怎么样 不够嘛 再整个活 直接改成M4A1的样子 嘿嘿 等敌人被我干掉的时候一看 我A M4大佬 不亏不亏 再一看 我丢垃圾M16 嘿嘿 是不是很好玩 咱们直接冲封锁比赛 这把出人在了水坝 对面没人 二话不说 直接去缆车站 最近缆车站震动得很啊 肯定能找到白家式枪 让我试试这M16远战怎么样 真有人 开打 成功干掉一个 还有 F对没干掉 这真不怪M16啊 这种距离命中率还可以啊 就是这演员弹太离谱了 这回应该是嘎了吧 行了 远战偷袭看完了 咱们来看看近战怎么样 点在二楼 冲塔 直接腰射睡秒 好用啊 不错不错 等会儿 好像又来人了 他们在打 队友被打了 火速支援 敌人又缩回去了 继续回去走平台 看到他了 直接冲 腰射秒掉 屋里还有 在这儿 OK 全部干掉 怎么是倒地状态啊 还有人 没错 还有人 对面下到缆车站里面了 这几人的装备就不要了 没什么好东西 我们去找最后一个 不过这家伙好能跑啊 最后被队友找到了 成功干掉 这M16竟然比我预想中的好用不少啊 等这几个人出去一看 GX的武器是M16 估计心态底崩吧 感觉挺好玩 再来一把 这马出生在了马路上 本来想到再去缆车站找人打架的 结果看了半天没人去 倒是有人往污水跑了 直接追 这个空头是填不了的啊 空旷地带 谁填谁嘎 不是啊 兄弟你真敢填啊 直接秒掉 这不是给我送素材吗 真的是 我们继续去污水找人 咋又来脚步了 来来来 给你们欣赏一下M16的爆发 三枪胸口睡秒 这人是个三套SKS 没啥好东西啊 哎哎 有狙仔 我扭 我跳 打不中 得 算一枪法好 是个打MGU的mini 兄弟你捡我枪试试 比你的mini可好用太多了 好了兄弟们 这M16是真的挺好用的 而且还不贵 平时没钱了 可以玩也玩 有奇效哦 不过就没有必要模仿我玩M400M16了 性价比不高 这把枪的定位和AK162差不多吧 也算是个平民神器了 毕竟1000KMB的枪机 不到7000的枪体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